关于善恶,高尔基曾说,人所固有的善良,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,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。 而我们今天所讲这本书,便是始于寻恶,忠于善行的典型。 它的作者是21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格雷厄姆格林。 也许你不认识他,但你一定知道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。 这位格林先生正是马尔克斯的文学偶像。 马尔克斯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,公开表白格林,虽然把诺贝尔奖授予了我,但也间接给了格林。 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,就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格林的作品《第三人》。 二战后,必依消负的马丁斯在朋友哈里莱姆的邀请下,来到了被四个国家分权共管的维也纳。 马丁斯是写西部小说的作家,但没有几个人会去看他的作品。 来到维也纳的他,以为自己会在朋友哈里的帮助下过上富裕的生活,可是在维也纳迎接着他的不是哈里,而是哈里的葬礼。 马丁斯刚刚到达维也纳的时候,并没有看到哈里,也没有看到哈里留的信,只看到了一个名叫克莱宾的人,给他留了一张含有极其隐晦的信息。 我们在明天的飞机上等你,请逗留原地别走远,旅馆房间已定。 但马丁斯从来都不是能够停留在原地的人,他记得曾经哈里给自己说过自己的地址,所以马丁斯静止去到了哈里的家里。 人对寂静的感知很快,哪怕是在维也纳这样一个寂静的城市,哪怕雪正在继续地下着,马丁斯在还没爬到哈里家里的二楼时,就确信哈里不在这里。 房间里简直寂静地可怕,他让马丁斯觉得他在维也纳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找到哈里。 而当他来到三楼,看到那个黑色丝带晚成的大劫时,马丁斯更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休想再找到哈里了。 马丁斯的直觉很准,那个他崇拜了二十年的哈里真的已经不在了。 在他按下门铃的第六次后,一个小个子男人面带蕴色地从旁边公寓探出脑袋,用恼火的语气告诉他,没用的,里面没人了,他死了。 哈里是在马丁斯来之前的周四晚上出车祸死的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马丁斯的脑子突然呆滞了一会儿,直到他听到那个带着怒火的小个子男人告诉他。 哈里的葬礼已经在中央墓地开始了一个小时的时候,马丁斯才突然醒了过来。 他急匆匆地坐上一辆出租车,努力地赶负着他与哈里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。 警官卡洛维就是在这场墓地上遇到马丁斯的。 他看到匆忙赶到的哈里葬礼的马丁斯在为哈里流着真诚的眼泪。 可是,在他的印象里,世界上是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为哈里哭泣的。 因为哈里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,哈里的死过于突然,让他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真是假。 心里总认为哈里的死没那么简单,因此他对初来乍到的马丁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毕竟,葬礼上的其他人他都认识,那些都是他在追踪哈里的时候认识的老朋友。 倒是这个马丁斯却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气息。 于是,在马丁斯准备坐出租车离开的时候,卡洛维追上了马丁斯的脚步,并且询问他道, 我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,可以烧我进城吗? 马丁斯看了他一眼,答应了,两人便开始聊起了哈里的事情。 卡洛维从马丁斯的口中得知,哈里是马丁斯认识了二十年之久的好朋友。 哈里的死让马丁斯的心里悲不自胜。 或许马丁斯是为了缓解悲伤,他想要戒酒消愁, 可是现在他身无分文,根本没有买酒的钱。 他看到了正在和他聊天的卡洛维,问道, 你可以请我喝酒吗? 卡洛维巴不得能和马丁斯一起喝杯酒, 所以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马丁斯的要求。 他带着马丁斯去了一家位于科根腾大街上的一家小酒馆。 可是没过多久,马丁斯就用拳头打了卡洛维。 原因在于卡洛维说了一句,死也许是哈里最好的归宿, 而且车祸这个死法很是走运。 卡洛维还告诉他,哈里根本不是马丁斯心中那般美好, 而是这座城市里最坏的黑市交易者。 马丁斯并不相信卡洛维说的鬼话, 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。 马丁斯回到哈里给他留下的公寓后, 思考着警察向他所说的话, 他突然觉得哈里的死疑点重重, 甚至说哈里可能是被谋杀的。 马丁斯的想法越发的激烈的起来, 他决定不能就这样回到英国, 他要去查询真相。 自此以后,马丁斯每天都在询问着不同的人, 以此来抓住谋杀哈里的凶手。 他不断在哈里生前的好友库尔茨, 美国朋友库勒, 救治过哈里的医生温克勒, 以及哈里生前的女友安娜之间周旋着。 可他们各执一词的正言和慌乱紧张的表情, 让马丁斯突然确定自己心中的疑惑。 他知道, 哈里逝世的案件一定不只是车祸那么简单。 而这个询问的过程中, 马丁斯竟爱上了朋友哈里死前的女朋友, 安娜。 安娜是一个匈牙利女孩, 但为了在维也纳生活下去, 办了一张自己是奥地利人的假证。 马丁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, 看到了这个女孩的纯净和美好。 他爱上了安娜, 爱上了这个柔弱且痴情的安娜。 但现在的他, 不能置哈里死亡的真相于不顾。 除去为了好朋友找回公道以外, 他还要让安娜这个痴情的女孩走出悲伤的境遇。 马丁斯像是一个不知疲惫的侦探, 每天都在寻觅着哈里死亡的真相。 他找寻到了车祸现场的目击证人, 门房老先生科赫。 但就在他询问门房老先生科赫后不久, 门房老先生科赫就跌在了血泊之中。 马丁斯突然开始害怕了, 因为科赫对于哈里的车祸死亡案件的了解根本不如自己。 科赫那般鲜艳的血液让马丁斯真实地感受到了面临死亡的恐惧, 他还能活多久。 马丁斯觉得自己不能因此坐以待毙, 他把所有人的供词全部联系在了一起, 他觉得真相快要尽了。 几个关键人的证词虽然相互矛盾, 但这也恰巧证实了哈里车祸的时候还有第三人的事实。 可是这个第三人到底是谁? 马丁斯找到了那个他曾经很讨厌的警察卡洛维, 而卡洛维却把他当作嫌疑人询问了起来, 因为马丁斯是最后一个见过科赫的人。 马丁斯没有说些什么, 只是把他遭遇的经历全部都向卡洛维说了出来。 卡洛维能够感觉到马丁斯正在信任他, 于是他便把自己对于哈里调查的一切都告诉了马丁斯。 哈里的确是一个黑市里最坏的那个交易者, 因为他是借着毁坏儿童的身体去盈利的。 他用西市盘尼西林里的方法导致很多得了脑膜炎的孩子, 最后成了痴呆儿童,哈里就是最坏的那个黑市交易者。 卡洛维的话让他感到恐慌, 他不愿相信哈里做了坏事, 为了缓解自己压抑的情绪, 他喝得酩酊大醉。 之后,借着醉意跑向了安娜的家里, 并且大声地向安娜说出了自己的爱意, 但他又很快地离开了安娜的家, 刚从安娜家中出来的他脑中一片空白, 根本没有发现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人的影子。 夜晚的大街上空空荡荡的, 马丁斯一个人走在街道上, 他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后面有一个暗影, 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, 是第三人吗? 这个想法的出现让马丁斯感到一阵的恼火, 他大声地喊道, 你想要干嘛? 这位环境出奇地安静, 他借着酒精的作用, 壮着胆子又喊了一次, 回答啊,哑巴啦! 这一次有人回答了, 但这一次是一个被他吵醒了好叫的人, 那个人怒气冲冲地打开了窗帘, 顿时一道灯光直直地泄到了宅宅的街道上, 照亮了那个身影。 马丁斯仔细看去, 他突然惊喜地发现, 那个人竟是自己已经死掉的朋友, 哈利莱姆。 马丁斯拼命地追向了哈利逃跑的方向, 可刚跑到了一个暴停的附近, 哈利便像人间蒸发一般, 突然消失了。 哈利不是已经下葬了吗?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? 马丁斯的心中充满了对哈利再次出现的疑问, 马丁斯觉得这一切都过于复杂, 转头就又去告诉了警察卡洛维他所经历的事情, 他需要查明真相, 他也需要弄清楚哈利是否还是自己心中那美好的样子。 警察卡洛维觉得哈利的出现一定不是鬼魂, 他推断哈利一定还活在某个地方, 而与他所有联系的就是那个生前的好友库尔茨。 而哈利是否会出现, 这一切都需要马丁斯的配合。 此时的马丁斯很是迷茫, 但并不确定自己的朋友哈利是否真的是罪犯, 他答应了做警察的耳, 但做这个耳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这一切事情都搞个清楚。 于是, 马丁斯通过库尔茨和哈利在摩天轮上见了面, 在那里两个人都相互打探着对方。 也是在那里, 马丁斯对哈利的崇拜彻底消失了, 他多么希望哈利不是警察卡洛维口中那般邪恶, 可是哈利竟然在自己的面前拉拢自己和他一起进行黑市交易, 做那些犯法的勾当, 甚至全然不顾前女友安娜的安全, 抓走了安娜以威胁自己。 马丁斯突然觉得眼前的哈利像是邪恶的彼得潘从来都没有长大过, 他对哈利彻底绝望了, 他决定帮助警察一起抓捕哈利。 马丁斯设计和哈利在咖啡厅里见面, 而咖啡馆的周围都隐藏着马丁斯带来的警察, 他们和马丁斯一起等待着哈利的到来, 可是大街上却冷冷清清的, 见不到任何一个人, 就在所有人都在怀疑哈利不会来的时候, 咖啡店的门开了, 是哈利。 但哈利刚一抬脚便马上发现了危机, 逃了出去, 他躲到了他曾无数次自如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的密道里, 而这一切, 马丁斯和警察卡洛维早已预料到了, 所以哈利是无处可逃的。 黑暗的环境对警察们的行动产生了不便, 在这样的环境下, 卡洛维的助手被哈利一枪毙命, 哈利自己也没有躲过子弹的追击, 受了重伤, 突然哈利猛地跳身一跃, 跳入了奔腾的污水里, 等到警察和马丁斯用探照灯跟着他时才发现, 他已经嵌入了水中, 进入了黑暗里, 卡洛维感慨着哈利的坚持, 他不明白一个毫无希望的人, 为什么还要挣扎着多活几分钟的性命, 马丁斯一直和卡洛维的助手站在一起, 可是助手就在他旁边被哈利射杀了, 这也说明了哈利打不到马丁斯的方向, 所以此时此刻只有马丁斯可以射杀哈利, 卡洛维的灯光照到了在污水中潜逃的哈利, 他大声喊道, 那儿, 那儿, 开枪, 马丁斯开枪了, 但他并没有完全命中, 只是听到了一句痛苦的乌烟声, 乌烟声里带着一些责备, 还带着一些祈求, 马丁斯追了上去, 在通往地面的铁楼梯上发现了哈利, 马丁斯听到了哈利垂死挣扎的声音, 于是马丁斯便低头听他到底说了什么, 只听见哈利嘴里说着傻瓜, 马丁斯不知道哈利的这句是在说谁, 也许是在说哈利自己, 也许是在嘲笑马丁斯的懦弱, 就在这个时候, 卡洛维来到了哈利的身边, 听着他不舒服的挣扎声扣下了弯机, 开出了最后一枪, 他为哈利举行了第二次葬礼, 葬礼的那天晚上, 天气变暖, 积雪消融, 丑陋的废墟又重建了天日, 下葬变得容易多了, 这一次墓地边上的人少了, 只剩下了安娜, 卡洛维和马丁斯, 而且在场的三个人, 没有一个人再为哈利流出泪水, 马丁斯走的时候, 卡洛维想起了和马丁斯第一次见面时, 马丁斯说卡洛维是大傻瓜的事情, 他对着马丁斯说着, 你赢了, 我的确是一个大傻瓜, 而马丁斯却对他说, 我输了, 卡洛维看着马丁斯大不留心地, 甩开大长腿, 朝安娜追去, 两人肩并肩地走着, 马丁斯一句话也没有跟姑娘说, 卡洛维觉得, 这就像是一个故事的结尾, 但在他们走出卡洛维的视线之前的时候, 卡洛维突然看到安娜的手, 挽上了马丁斯的胳膊, 卡洛维又觉得, 这通常是一个故事的开始, 第三人到底是谁, 是重生的哈利, 还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, 答案应该是后者, 马丁斯代表着善, 而哈利就代表着恶, 在来到维也纳之前, 马丁斯和哈利是很要好的朋友, 那个时候的哈利也并不是恶的代名词, 他们在一个学校走廊里, 建立起了对彼此的信任, 可那个信任却因为哈利的转变, 在一瞬间烟消云散, 他们之间的感情, 在摩天轮上交谈的那一刻, 彻底破灭了, 马丁斯没有想到, 哈利竟然会在摩天轮达到最高点的时候, 指着路上的行人, 问他道, 要是其中的某个小黑点不再移动了, 永远不再移动了, 你真的会为之惋惜吗? 那时, 马丁斯才幡然醒悟到, 哈利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, 于是, 马丁斯选择了正义, 选择了善良, 选择了与哈利的对立, 两个曾经拥有着美好回忆的朋友, 此时此刻, 却变成了善与恶的对立, 善与恶的斗争, 是在开枪中结束的, 而马丁斯的善良也让他最终找到了和他一样善良的安娜, 他们挽着手, 迈腿离开了肮脏的维也纳, 可能一个幸福的故事也悄悄地拉开了序幕。